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 亚里巴巴在内地网络零售平台 因为滥用支配地位限制竞争 逼商家二船一被市监总局 开出历利最大张的天价负担 美团的餐饮外卖平台业务 也因为同样罪名被罚 腾讯违规并够 法则相对较轻 但腾讯音乐并够行业龙头的垄断行为 除了罚款之外 也要放弃网络音乐独家版权 整治规范互联网平台的政策 是一视同仁的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不能在三亚见面 但是我们的约定不会变 蚂蚁集团上市遭遇滑铁路之后 马云的行踪一直成迷 有传他被限制出境 也有指他曾经到欧洲考察 但不争的事实是 蚂蚁集团天价估值不在 人行等多个部位多次约谈后 蚂蚁集团被要求整改 包括整体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 接受监管 垄断现象不仅存在于蚂蚁一家 对蚂蚁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们也会推行到 其他的支付服务市场主体 下半年监管风暴 蔓延是多个行业 官媒文章将网络有限 比喻为精神鸦片 即使弹弓手、售饭、更改字眼 都已足够震荡金融市场 政策层面上 中央收紧未成年人打机时间 也限制課金 国务院出台针对教育培训的 雙减政策 又将电子烟纳入烟草细品管制范围 官媒地名整治的 包括涉嫌台价的汽车晶片商 花肥、平板玻璃、衣美和运动式减碳等 粉丝追星都被规管 掌管庞大消费数据的滴滴出行 被指不顾网信办反对赴美上市 本计价中概股或者要被退市 滴滴随即启动退市程序 我认为公司必须提供这个重要资料 给美国投资者 要求从美国脱牌 反映出它的规则和制度的随意性 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而总统拜登就扩大和解放军 关联的中国企业投资黑名单 扩大到几十间 小米亦都曾经被美国国防部 认定为中国军方公司 一度限制美国投资者进行股份交易 2021年内房企业的一场债务危机 由风眼的中国恒大开始 中央维修内房融资 设立的三条红线 大大限制开发商借贷 恒大深陷爆煲边缘 既出现多个地盘停工 又发生旗下理财公司恒大财富 无法对付几百亿元理财产品 投资者求助无门 不过就有管理层提前熟回产品 原本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恒大 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担心会不会演变成中国版雷曼兄弟 We always are monitoring global markets The Evergrande situation it seems very particular to China which has very high debt 内地监管机构强调是个别现象 恒大集团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 是个别现象 companies issuing bond overseas and their shareholders will be urged to properly handle their debt issues 不过内房流动性紧张 债务危机并非冰山一角 2022年更加会是内房美元债到期的高峰 折合超过4700亿港元 评级机构给予部分企业有限度违约评级 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恒大卖资产减债暂未到过危机 有传主席许家印要变卖资产和抵押物业救忙 出现了一些困难 对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观察 在房企融资难的情况下 劈价促销或者是一个自救方法 但面对楼价跌 不少城市都出招应对 多个三、四线城市出台限跌令 形成限跌、限账并存局面 在推行房住不炒政策多年后 内地楼价2021年出现逆转 为免内房债务危机 加上楼市下行双重打击 行业的融资形势有改善迹象 中证监表明支持房企合理正常融资 内房企业能否脱离债务危机 仍然未知数 不过2022年 找出台的房地产税试点 或者会令整个行业再掀波� 很难 它就是在升 那你卖什么 指数升多高 跟我玩 或者看不看好股票 没关系 疫情发展在2021年年初好转 憧憬经济复苏 股市在北水力趁下大黄 2月中升至31,183点的两年半高位 我决定提交法案 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 他突然间弄成这样的东西 把所有的都弄回 股市总会有波动 我们会密切留意 增加印花税 绝对是杀佳水卵 股票印花税一下子大加三成 美国债息上升 内地对各行业监管升级 亦都出现内防危机 变种新冠病毒特集 美国联储局收水 启动缩减卖债 加上美国证交会的新规 或者逼令中概股退市 港股走势一浪 低于日浪 曾经退守至22,600点水平 转年计行指大跌超过3000点 表现跑输环球主要股市 新经济股风光不在 科技指数重新高 亦到重新低 被中央盯上的行业 股价走样 内防危机 多食股份 股价要斩 新赌牌 花乐谁家美知晓 博彩贵宾厅龙头中介人 周策华被捕 镇散赌业股 与港股相反 美股走势大不同 经历对冲基金 Archegos爆仓 散户大战沽空机构 GameStop事件 即使受Delta 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困扰 无阻美股 累创新高 幸福跑赢大部分主要市场 同样强势的有国际油价 美国和中国等六国更加罕有联手释出石油储备 恒指公司公布半世纪以来最大改革 蓝筹最终 会增加至100只 最新恒指成份股已增加至64只 京东和网易等股份 2021年掩蓝 短片平台快手 2021年初上市 认购人数和金额破新股纪录 掀起一股认购业 亦有多只美国上市中概股接力 不过下半年新股热潮减退 香港独角受企业商汤 更加因为旗下公司 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而推迟上市 香港在全球新股集资排行榜 九年来首次三角不入 全香港的楼价都在升 继续发展有交通 有交通就会升职 政府提出发展北部都汇区 成为2021年本港楼市一大焦点 是第一次香港特别行政区 编制的规划方案 是突破思维 是跨越了香港和深圳的行政界线 多个新界西北全新盘趁势退出 是非常之非常之好 我们集团很支持这个施政报告 政府加快密地建屋 先后提出土地共享先渡计划 释放俗称亚工地的祖堂地发展 以及引用被指为上方保健的 收回土地条例 收地发展 更加传出内地官员 要求地产商 帮助解决香港房屋问题 地产建设商会说 未有所问 但另一方面 多间发展商积极配合政府政策 做到一个完善的房屋阶梯 令到每一个青年人 他都可以有住得所识的居所 政府多年来强调持续和加快推出土地 是黄道的做法 2021年私人土地供应达标 这是高于目标的12,900个单位 可以超过30% 新供应超额完成 但楼价、地价未见即时受压 中环核心的商下 绝对会带来一个好的回报 2021年上半年 本港楼价经历过 轻微调整后 冲上历史新高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8月升至191.34 较2019年历史高位 再升0.45% 但之后走势反复 最终全年楼价升4.7% 美国联储局启动收水 加息预期升温等等 未见对本港楼市有太大影响 香港楼价下跌的幅度 就算下跌 也是非常有限的 楼市的价格 其实今年是上了一些 就5.5% 就不是说是升得很快 政府是高度关注港铁大围站想改 新世界发展的新盘票王大围拍武装第三期大卖 但同时爆出项目工程失误 底座运营土结构未达标 两座物业要拆卸重建 成为2021年楼市震撼弹 入伙期延迟 过百交易终止 项目第一期也有部分建成单位要进行加固 而意料之外的 还有由高银金融主席潘苏通 私人持有的何文田奥文 被地政总署取消余售楼花同意书 以及陷入财困的恒大 几个新盘楼花案揭申请 被本港多间银行拒批 应对新冠疫情 环球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 最终导致全球物价上涨 很多人仍然不认为经济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 他们看到更高的价值 美国通胀率升至近40年来最高 欧元区物价升幅25年最大 中国通胀也建设13个月高位 面对高通胀 个别央行已收水应对 联储局摆出鹰派姿态 现在我们在一个位置 我们在两个训练 在两个训练 我们将在一个位置 提升资金额 至于我们认为是合适 联储局转英 人民银行两度降准放水 只求一个字 找 货币政策要以新发展阶段相适应 坚持文字当头 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 病毒不断变种 加上千年一月水灾 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电放 中国经济由破纪录增速 一下子急剧放运至增长4.9% 中国会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 来保持我们的增长是稳定的 要经济稳定增长 中央也要打赢脱贫攻坚线 坚定不移走 共同富裕道 至国之道 富民为始 科网公司和亿万富豪肯认共富愿景 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 绝不能杀富积贫 杀富治贫 不能搞逼捐 中国富豪榜今年大执位 曾经红霸榜首架马云 马化藤 身家缩水 农夫山泉的中闪闪登顶 2021年初拜登受任美国总统 中美两国关系未见明朗 两国元首去到11月才首次通电 两国背后继续在贸易、市场监管、地缘政治等角力 中美经济对话重启无期 在两个大国中间的香港影响在所难免 连续四分一个世纪被评为经济最自由的香港 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 北京干预日益加快将香港剔出经济自由度排名榜 新冠疫情持续接近两年 市民继续在疫情阴霾下生活 部分数据反映经济从谷底反弹 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 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 政府首次推出电子消费券鼓励市民消费 不过零售以至经济仍然阴霾重重 关于厌 %5.4.8.1.19 若用到HSA要许 prophecy 我现在感激疗上面所席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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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回家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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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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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